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爱用的一些首饰 那在我准备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就很惊喜的发现 我这大半年以来特别喜欢带的一些首饰呢 大概有70%它都来自于同一个品牌 就是米苏嘛 因为这些首饰呢 我真的是从春夏带到了秋冬 我觉得它们日常带起来就是很好搭配 很百搭 而且呢也是比较经典的款式 所以我就在想 我干脆把我所有米苏嘛的首饰放在一起 给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米苏嘛首饰平时几乎是不打折的 只有到每年黑五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七折还是七五折这个样子 因为我每年都在等这个折扣的活动 所以这样呢大家统一的看一下 也是比较好去了解的 那除了米苏嘛的首饰呢 最后还有两个我近期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比较有风格一些的首饰来分享给大家 现在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我对米苏嘛首饰使用的一个感受吧 第一点我觉得它是不分季节的 春夏秋冬都可以戴 而且首饰和首饰之间呢是可以进行自由的组合的 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发挥你的创造力 然后去戴出自己的风格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第二点呢我觉得它的设计是很耐看的 非常经典 因为有一些首饰我是很久之前买的 现在再戴起来依然会有人过来问我 说你这个项链挺好看的 你是在哪里买的 我觉得米苏嘛的设计呢 它是根据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趋势一起走的 而不是说现在流行什么就出什么 所以它的设计是很耐看很经久不衰的 第三点呢就是它的首饰要比同种类的首饰稍微会贵一些 但当你拿到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物超所值的 因为它真的很有质感尤其是它镀金的那个颜色是很恰到好处的 既自然又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比较接近于黄金的那个颜色 那日常你戴起来不会说我戴几次我就不想戴了 而是你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戴它的首饰 我觉得这一点它的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项链的部分也是我买的最多的 像这种钱币的项链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因为去年秋冬的时候这种钱币的项链是非常热门的 当时我就买了一大一小两个 因为它们之间是可以叠大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那这个大的钱币项链呢也是我看了这么多钱币项链里面 至今我都觉得它的设计是最耐看最好看的 因为它这个钱币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一个圆圆的钱币 而是在这个钱币上面有一个半圆形的像小架子一样的设计 把这个钱币去架住 所以你戴起来会觉得这个钱币它非常的立体 也不那么的担保而且它这个链条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它是一个像麻绳一样的设计 因为这个链条我们戴起来的时候会和皮肤有一个摩擦 它会转动尤其是在光下的时候就很像那种水波纹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链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打结 这条小的钱币项链也非常有特点 它是有一圈小珠珠的设计 给我的感觉就很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包括它这个项链的链呢上面也是有一个颗粒一个颗粒的这样 所以会觉得它这条项链整体从上到下是非常完整的 上下也是有这种小颗粒的这种呼应的感觉 那这两条项链呢叠带在一起就非常的好看 如果说单独拆开来我会觉得这条大的会更加的实用 因为大的你在春夏的时候既可以搭配T恤或者衬衫这种比较轻薄的衣服 到了秋冬呢把它戴在高岭打底衫或者毛衣的外面 它也是可以压得住这种比较厚重的衣服 那这条小的钱币项链呢 我觉得它更加适合春夏比较轻薄的衣服 看起来是比较精致的感觉 那MISOMA所有的项链的坠它都可以完全拆下来 所以有的时候尤其像这个麻绳的链条呢 我也会单独直接就把它戴 我觉得也会很好看 或者呢也可以把这个小的摘下来 直接套在这个大的上面 让它有一个错层的叠带 或者也可以把这个大的用这个短链带 反正就是它的项链呢 你会觉得它带法非常非常的多 这条比较粗一些的项链呢 是MISOMA今年最新的一个设计 其实我觉得一些配饰啊或者首饰 它其实是和衣服的流行趋势相辅相成的 因为今年秋冬呢就很多短款的外套 或者包括泰迪大衣也是短款的 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种毛衣呢 它这肩膀这里也是有一个宽出来的泡泡袖 包括靴子也是膝部靴呀 或者那种厚底的大头的 就整体感觉会比较偏厚重一些 如果这些比较粗犷比较厚重一些的衣服 再去搭配这种比较细一些的项链呢 它就不是特别的适合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稍微粗一些 感觉也会稍微粗犷一些的项链 这样才可以压得住这样的搭配 那这条项链呢 我觉得它设计上就是稍微会夸张一些 但是你戴起来也不会说不日常 因为它是在这种非常粗犷的一个链条中间 又融入了一个回形针的设计 回形针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椭圆形 所以就会有这种很拉长的一个线条感 又在这种比较密集的链条中间呢 释放一些空间 有一个那种穿透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条项链呢 它虽然比较粗一些 但是呢 它也融入了一些女性化的元素 所以戴起来是很好驾驭的 而且这条项链呢 它是可以调节一些长短的 就是我们在搭配T恤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系短一些 让它变成一个choker的感觉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也可以这样 直接绕在手腕上 当一个手链带 还是挺实用的一条 它的设计是比较新颖的 也是紧跟现在流行趋势的一条项链 接下来这条项链呢 真的是承包了我春夏秋三个季节的一个配饰 我真的特别的喜欢这条项链 所以我一直在戴它 我觉得它除了冬天比较厚重一些 或者那种高领大地衫不太适合之外 其他的衣服它真的很百搭 都可以戴得起来 那这条项链它看上去也是非常简单的一条 就是很细的一个链子 它有一圈像小叶子一样的装饰 它这个小叶子呢也是非常立体的 它有曲面也有抛面 也可以说更像一个小辣椒的形状 再加上它是可以活动的 所以你戴起来就是很有那种灵动的感觉 也是非常简灵的 那这条项链的长度呢 它最长是可以戴到差不多锁骨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戴短一些 把它当成一个choker带是最好看的 尤其是在搭配那种圆领的白T的时候 我也把它当成choker带 在这里有一圈装饰就非常的好看 那也可以去和其他的项链 任何项链来做叠搭 即使单独戴在衣服里面 它这个小叶子这样动来动去 也是有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像choker这种类型的项链呢 我自己就特别的喜欢戴 因为我觉得这种choker会让人看起来 更加的精神一些 但是我知道有的人可能觉得 自己脖子不是特别的长 那戴这种choker类型的项链呢 会让脖子看起来更加的短 但是这种项链呢 它是比较细的 所以它不会占据脖子特别宽的一个位置 再加上这条项链为什么不太挑人 就是因为它上面这个小叶子 你戴上之后就像太阳光一样 它是这种发散式的 所以它就无形中去拉长了我们的脖子 如果你想找一条这种比较短的 像choker一样的项链 我真的是很推荐这一条 这条戴上真的是很百搭 很好看 而且我记得它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这条小项链就是米苏玛为数不多的这种带颜色的项链 因为米苏玛大部分的首饰全是采用了一个18K的镀金 所以看上去就那种很金灿灿的 非常复古的味道 这个系列呢 它用了绿松石为原料 那绿松石是一种天然的矿石 它是源于希腊 在希腊语里面 它的意思就是绿色 所以它整个的颜色就是那种很天然 很自然的一个绿色 我觉得这个绿色就属于那种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好看的一个感觉 它的饱和度还是挺高的 但是因为它是天然的石头嘛 所以就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 再加上它上面也是有一些黑色的纹路 所以看起来就是特别的自然 那这个项链就是它整个一个形状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方形 开始我刚拿到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但是我戴下来我就会觉得 它是有那种蜻蜓点水的精致感 就是小小的一颗 如果没有它你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绿色 你就觉得是特别的点睛之笔的感觉 那这条项链它的链条也是比较短一些的 它要比那个小号的钱币项链还要短 所以也可以和那个小钱币进行迭代 这条项链我觉得它是更加适合迭代的 因为它是比较小的一个项链转 就是在和一些项链金色的迭代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绿色就非常有那种点缀的效果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的突出 抢了其他项链的一个风头 但如果你把它拎出来单独戴 我就觉得它戴起来不是特别的明显 这个阵是有一点过于小的 我看它今年也出了更大的一个尺寸 如果大家想要说我单独戴这条项链的话 比较建议那个大号的 我觉得它会更实用一些 最后这条项链呢 是我平时戴的最少的一条 它是一个这种鲨鱼牙的设计 我自己一直还挺喜欢这种鲨鱼牙的设计 因为我觉得鲨鱼它来自于海洋 所以这种鲨鱼牙的项链呢 就非常适合度假的时候来戴 而且鲨鱼牙它比较锋利 就很有那种力量 很有那种独立的一个感觉 而且这个项链转 我觉得它做工还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它下面呢 这个是一个银色的 而且上面是用金色的做点缀 这个金色上面还是凹凸不平 很像浮雕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这个项链转 我觉得它有一点过小了 再加上它和我平时的一些风格 就不是特别的百搭 所以我平时戴的真的很少 我觉得这个鲨鱼牙如果大一些 它还有那种比较气场啊 或者比较街头的那种风格 但是它实在是太小了 接下来是两副耳环 这两副耳环也是非常非常的百搭 也是不分季节可以戴一年四季的 它们可以去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 首先呢 是一副这种圆环的耳环 这个圆环的耳环 我戴下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呢 就是它的尺寸一切都刚刚好 戴上之后既有这种很强的装饰性 但是又完全的不夸张 包括你上班去 大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它只有两部分组成 上面一个耳钉 下面一个圆环 然后连起来的部分是可以这样左右晃动的 也是比较生动的这种设计 它上面的这个耳钉的部分呢 大小呢 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尺寸 不会说特别的夸张 图案是一个花朵的图案 它这个花朵就很像被雕刻过一样 是那种木雕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花朵上面也是有棱有角的 那就给这个耳环又融入了一些 就那种硬朗 比较干练的一个感觉 就不会说让它整体这种比较偏织性 比较大气柔美的一个风格 那么的单一 所以这副耳环呢去搭配T恤或者西装带的时候 它也会很好看 第二副耳环呢是他们最新的一个设计 这副耳环你看上去它非常的简单 但是你戴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它的设计非常的巧妙 它是有两个比较宽一些的圆环 把它这样错位叠在一起 这样就形成一个比较强的错层的感觉 特别巧妙的呢就是它在错位 就这个X型最细的地方呢是在侧面的 就是一前一后 那你戴起来呢这种错位感是非常强的 然后像我自己的耳垂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几乎是不戴那种比较大的耳钉 或者像戒指这个大小的一个耳环 因为它会显得我的耳垂更大 看起来会非常的奇怪 像我一般戴都是戴这种小小的 因为它对耳垂有一个包裹性 也可以遮一遮这个大的耳垂 但是这个大小的耳环 我戴起来却完全没有之前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它在错位的这个最细的地方 是冲钱的 那下面最宽的这个地方是完全在下面 你视觉上是看不见的 所以戴起来就真的没有那种 把我的耳垂放大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耳环真的是太百搭了 也是我近期一直在戴的一个耳环 我觉得这个耳环呢 它去配秋冬的衣服 就是有一种浓浓的复古的感觉 有一些像vintage耳环的风格 那这个耳环在春夏戴 配那些比较轻薄的衣服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它特别给这个 简单的搭配增色 最后呢就是一枚戒指 这枚戒指也是我近期 几乎天天都在戴的一个 然后它整个的一个形状呢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发箍 它中间上面这里是这种宽宽鼓鼓的 然后到了下面又有一个渐变的效果 然后慢慢就变窄了变细了 所以在手指的这里呢 它是比较薄比较窄的 所以戴起来也是比较舒适的 但是上面这里宽宽鼓鼓的呢 又非常的有这个戒指的特点 是比较明显的这种风格 它这个戒指上面是零格纹的一个图案 就是在这种金属上面 有这种零格纹的图案呢 你会觉得它很有那种凹凸的感觉 也是非常有线条感的 我觉得它要比那种光面的 什么都没有的 看起来更加的阳气 也是更加减零的 这枚戒指 我觉得它整体的风格 也是那种旧旧的 比较像过去老人带的那种戒指 也是有这种Vintage的感觉 是非常复古的 而且它也可以和一些其他金的戒指 去进行搭配着戴 也是非常和谐的 所以这个戒指我自己就非常的喜欢 当时买这个戒指的时候 我本来还想买另外一个黑色方形石头的戒指 来和它搭着戴 但是米苏曼的戒指 它不是开口的 它是分号的 所以我这个尺寸就有点拿捏的不准 就先买了一个 那这个戒指我果真就买大了 所以大家在买这个米苏曼戒指的时候 还要量的仔细一些 最后还想和大家分享两个耳环 这两个耳环也是我近期戴的非常多 非常喜欢的 首先就是一副这样钻石的耳钉 当然它不是真的钻 然后这个耳钉 它是来自于Kanis Shilin这个品牌的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浏览一下 这个品牌的首饰 因为Kanis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珠宝设计师 它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它珠宝上的设计 所以它开了一个fashion jewelry的品牌 就把它用在珠宝上的一些想法呢 去融入到这些fashion jewelry里边 让更多的人可以支付的起吧 这么说 这副耳钉它是由六个小叶子的形状 把它连在一起 但它不是一条直线 是有一定弧度的 所以戴在耳垂上的时候 会和整个耳垂的弧度形成一个整体 看上去就是非常的自然 一点都不生硬 再加上它虽然不是真钻 但是这个钻真的很闪很闪 去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的廉价感 它戴在耳垂上的效果 是绝对超出了它的定价的 那像这种钻石的银色的首饰呢 我觉得它就比较适合一些 像小黑裙啊 小礼服裙 或者丝绒面料的衣服 还有就是比较oversize 比较酷一些的衣服 它会看起来有一定的反差感 最后这幅耳环呢就很可爱 它是一个花朵的图案 但是它的配色是一个黑白配 所以整体感觉就是那种又酷又甜美 还挺符合我的一个风格的 那这幅耳环的材质也非常的特别 它就好像用那种非常非常密实的一个棉线 按照这个花朵的形状把它缠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花朵上上面是有那种像棉布的纹理一样 是很有机理感的 加上圆形的这里也是有那种一圈一圈的纹理 就会觉得这个耳环怎么和我们平时戴的 所有的首饰都不太一样 它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特别 那这个花朵呢 我在夏天的时候戴呢 它去搭配一些比较简单的衣服 你就会觉得它特别的增色 然后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的时候 我也有戴这副耳环 因为它没有因为是一个花朵的图案 看起来特别的幼稚 它反而是因为它做工特别的精细 再加上它又是一个黑白配 让这个耳环特别的出彩 你会觉得它比较酷 但是又觉得它有一些柔美 所以这个耳环也是我没想到 它还特别特别的百搭 那这个品牌的首饰呢 很多都是这种材质做出来的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这个品牌的耳环 它在打折期间价格也是非常友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和大家分享了我所有Misoma的首饰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统一直观的参考 还有两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首饰品牌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帮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在我更新的时候收到提醒 想要了解我更多的穿搭以及生活呢 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